我们怎么都没有报导呢 我们是不是会在报导不公平的 不均衡的这种资讯的供应之下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判断会被扭曲 最大第一个就是CNN跟那个好莱坞 整个把全世界人都迷惑了 他CNN他有公平报导 美军美国炸那个人家的时候 那你请问这不叫做暴毙吗 那你法国人死了 我固然值得同情 可是你去阿富汗也好 你去炸人家 永远是没完没了 那个教皇我不要去得罪他 但是教皇说 这个时候有引起世界大战 那你为什么骂他 你没有骂那个无人飞机可以去 这么样的去到人家那里 结果也炸死平民啊 那么因为当时日俄战争在我们苦地上 使得我们的那么日本人可以毫无顾忌的 连军车什么都可以在中国土地上 那个发现看看之前 他们就已经在我们的领土上嚣张了 对不对 八国联军这些都可以 那么今天看到他们的情形 我们中华儿女是不是应该想到 当年我们也是被帝国主义跟军国主义所欺乎的 这也是 对不对 对不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